食物掉在地上 三秒内还可以吃吗? 很多人一定有这样的经验 如果你的食物不小心掉在地上 朋友就会说 没关系,还只有三秒钟 赶快吃,赶快吃 没有关系 真的是这样吗? 其实跟大家分享 这叫做一种自我安慰 不过乖,我知道你不想浪费食物的 我了解你的心理 但是呢,我们要知道 当我们如果那个三秒掉在很脏的地板上 我看你也不敢吃 如果当它掉在这个很干净的地板上 你以为就很安全吗? 说不定你这个地板 刚才有个人得到感冒 他打一个喷嚏 其实喷嚏的那个飞沫都在那个上面 你的食物其实也卡在沾满了这些细菌 你吃下去有没有风险 所以提醒大家 食物掉在地上三秒内 还是不要吃 喜欢婉萍今天跟您分享的 营养食安小知识吗? 喜欢请按赞 并且订阅还有帮我分享哦